5月28日,柳州螺丝粉产业学院在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挂牌 一个辣、爽、鲜、酸、烫的学院应运而生 现场,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分别与柳州螺丝粉协会、柳州螺丝粉生产企业及渔峰区政府签约合作 据悉,柳州螺丝粉产业学院是由政府、柳职院及行业企业三方共同组建的产业学院 以开设绿色食品生产与检测、食品检测技术等七个专攻螺丝粉的发展方向 将创建螺丝粉产教融合食品基地 打造与柳州螺丝粉产业链对接的具有特色竞争力的专科学生 毕业经企业考核后,安排或推荐到企业就业 每届培养学生500人左右 今天就业分又学,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现在就马上就启动这个,现在就招生季了 我们采取的是学徒订单班 这个是马上就订单的,马上就可以就业 就是有一部分是成员,有一部分是转专业 2015年,螺丝粉产业产值约5亿元 到2019年,螺丝粉全产业链产值超过130亿元 其中袋装螺丝粉产值超60亿元 创造就业岗位超25万个 螺丝粉全产业在发展进程中 也存在着一些期待解决的问题 如品牌结构体系建设有待完善 产品创新能力较弱 中高端人才匮乏 生产自动化程度低 关键技术相对落后 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食品安全问题尚未从本质上得到解决等 目前全国约有螺丝粉实体门店1.8万家 网上店铺约1.3万家 今年后将继续增加 这都需要更多中高端管理人才 电商人才 以及连锁管理人才等 原来大家都觉得螺丝粉只是地摊中的小吃 螺丝粉不可登大雅之汤 以前觉得那么我们学习做螺丝粉 可能不是很有面子 但是我觉得通过产业学院 让所有的这些喜欢螺丝粉的学者来说 他觉得专注于螺丝粉 进入螺丝粉这个行业大群众的时候 他是很有面子的 没想及 big 做螺丝粉 并我将중 exile